嗨嗨嗨我是楊晴 祝大家新年快樂 這支影片應該是我過新年完之後 第一支坐下來拍的影片 大家還喜歡我的新髮型嗎 這是我自己剪的喔 因為我捨不得去理髮店剪頭髮 然後我又怕他們給我剪的不好看 所以我就自己剪了 今天想要跟大家聊的主題就是 留學生的愛情故事 不是我自己的愛情故事喔 我知道有很多人敲碗就說 想要聽我跟阿宅的愛情故事啊 什麼之類的 可是我覺得現在也不是時候 我相信正在看影片的你們 一定有些人是已經當過留學生 剛回來的 或是說我以前當過留學生 或是我之後我要去當留學生 或是你將來你有一天 你想要當留學生的時候 我覺得我今天的影片 算是比較閒聊 就是給大家一些 我看到的一些事情 跟我給一些建議 如果你有當過留學生 你已經知道 尤其是在國外是非常非常寂寞的一件事情 就是因為 你沒有家人在你旁邊 然後 你生活 就是 自己一個人 在你跟大家不熟悉的時候 一定都是自己一個人 所以你很多事情 你都必須自己一個人去完成 然後如果你有男朋友 或你有女朋友 在等你的話 你們頂多就是只能遠距離 這樣 遠距離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辛苦的事情 我跟阿仔也是 遠距離一年 然後 我們才 跑在這裡的 對 可是今天不是要講我跟她的愛情故事 好 反正就是 遊學生跟留學生是 非常非常容易在一起的 相信前面一定有很多人 點頭如搗蒜 因為 因為大家都寂寞 然後 大家在這邊互相相處 時間比較長 然後 又互相幫助 這樣會比 你在台灣的時候 跟你那些同學相處起來的 感情還要深 就很容易就不知不覺在一起 我舉個例子好了 我那時候在日本的時候 我覺得社會是現實的 就是 當然一樣是 亞洲人的留學生 跟歐美人的留學生 歐美人留學生 在亞洲留學的時候 就會非常非常的吃香 就是 很容易找到男女朋友 可是 我覺得我要跟大家呼籲一件事情就是 不要每次看到異國戀就是 跟他講說 啊就是 芙芙齒啊 啊就是 專找洋人啊 什麼之類的 其實有很大部分的人 並不是專找 外國人在一起 而是有時候真的就是緣分 當然有一部分人就是專門找外國人 他就是不想跟亞洲人混在一起 這也是有的 可是 不要以偏概全就是 把所有 異國戀 跟外國人在一起 跟歐美人在一起的女生 就把它講得很難聽 我就覺得 奇怪 我就覺得男生跟歐美人在一起 為什麼沒有人會去罵那個男生 然後為什麼女生跟外國 歐美人在一起 就要一直去罵那個女生 我就不懂欸 啊有時候就是緣分到啦 不然我們在沒有 我們在單身的時候 你幹嘛不來把 然後就奇怪 莫名其妙 那是酸葡萄心帶還是 還是怎樣 還是心裡不平衡 我就不懂 反正就是我想講的就是 呃 歐美人 就是 我覺得他們第一個他們比較開放 他們也比較敢追 我那時候身邊 比較好的歐美人都是 呃 德國人 然後 德國人大概有六七個吧 然後 經過 我們在日本三個月之後 有找到男女朋友的人 大概 就五六個人 五六個人都有男女朋友了 然後他們幾乎都是找 呃 留學生 就是自己 自己比較熟悉的留學生 不一定是找亞洲人 他們也會跟他們自己的德國人在一起 或是說 會跟 自己也是歐美人 歐美人也會跟歐美人在一起 畢竟 想法啊什麼的 還是比較 還是蠻重要的 然後也有那種 呃 跟 學伴在一起的也有 就是我覺得 因為長時間相處下來 是真的很 留學生跟留學生真的很容易 很容易在一起 因為課堂也在一起 然後 沒有課的時候也在一起 然後 就都在一起 所以 我覺得在國外 留學生之間變成 戀人是一件非常非常容易的事情 可是我今天要講的是說 如果你是資深在外的人 你是留學生 我覺得大家必須把眼睛放大一點 去看說 這個人到底 值不值得跟我在一起 值不值得跟你在一起 因為 有很多爛人 是真的 像我這學期 我在法國好了 我們班有一個印度人 他真是超級 超級 超級爛 爛到一個爆炸 他就是專門找一些 女生 各種國家的人 他就是不分國籍喔 就是試試看 而且他本身是有女生 女朋友的狀態 法國女朋友的狀態之下 然後 去把其他國家 各個國家的人 他都是喔 我們有發 我們有聊完之後 我們有發現他是在 同個時間去跟不同 很多不同國籍的女生去做接觸 去嘗試去親人家 或者是肢體上接觸 或者講一些曖昧的話 可是我們後來 大家聚在一起聊天 在講他的時候 原來大家好像 我們就會發現有很多爆料 我是沒有啦 因為我本身就不是一個 很受歡迎的人 然後 我們就發現 我們每個人坐在 坐在教室裡面 坐在那個空間裡面的人 全部都超驚訝 就說天哪 他到底想要怎樣 就是一個釣魚的概念 你知道嗎 大家你們到國外來的時候 當你還不熟悉這個人的時候 真的不要太輕易的去接受 一段感情 我知道感情這件事情 真的是很 非常非常困難的 也許 你們覺得實際到你們兩個 就不小心就在一起了 可是 當我知道 那個男生他有別的女朋友的時候 我也會很想要跟他女朋友說 喔你知道你男朋友很爛嗎 可是又不好意思講 因為 關你什麼事 對 也就是說不關我的事 可是有時候就是 如果你跟他很好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很心疼 那個女生說 你其實沒有必要跟他在一起 因為他真的是一個很爛的人 只是 我不好意思跟你講 所以 我覺得 我覺得如果你是留學生 然後你身邊有可以聊天 然後是 一樣是留學生的人的話 我覺得你不妨可以問問看其他 就說你們覺得 我是不是 他是不是 先聽聽看他的風評如何 然後再去決定說 你要不要去當 去成為情侶阿 或是什麼之類的 我那時候在日本的時候 也有遇到一些比較 不好的人 都不是我 都是我身邊的人 來 不管是我在台灣的時候 還是我在日本的時候 我都遇到不好的德國 聽到不好的德國 就是 就像我們一般 我們印象中 那種歐美人來台灣 就是專門在 把女生 然後 約炮 什麼之類的 其實很多 真的很多很多 所以就算是你在台灣你是學伴的話 你也要小心注意說 我真的很不希望大家能 真的很不希望大家會 碰到這樣的人 可是這樣的人 真是 你真的很難去預防 因為你不知道他是這樣的人 我們也是到最後 聽到之後 我們才發現說 啊 他是這樣的一個人喔 然後 事情才白痕你知道嗎 所以 有很多很多 很 骯髒的事情 真的 要 經歷過 你才會覺得說 啊 原來這世界這麼黑暗 那個時候年紀很小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說 這種事情應該不會發生在我身邊 然後 現在的年紀大家就覺得說 哇 因為現在在我 我在法國的 身邊的同學們 年紀都很小 大概都二十出頭 或是二十歲而已 所以 我覺得 他們 看在 讓我看眼裡的話 因為 你看的人多了 你看到這個人 就知道說 這個人好像哪裡怪怪的 可是你又不止 不好意思說什麼的 然後 然後你只能盡量用你的方式去保護他 我是那種會保護人家的大姐姐 就是 我如果我知道他很爛 然後 我 看得出來他在 進行公事的時候 我會跟那個 我會跟那個女生說 也許有人會覺得我很雞婆 可是 我會知道說 他用這個方式是 他之前對付很多人 都有這樣的方式 所以我就會跟他 警告說 你 那個男生你可能要注意 他可能會怎麼樣 之類的 可是 目前 目前啊 雖然是我還 我真的 有跟我在instagram聊天過的人 他們應該都知道 我是一個很雞婆的人 然後就是 話很多 謝謝你們喜歡我 反正就是 不要 不要 大家要小心安全啊 我覺得在國外 受到感情傷害 是一件很難受的事情 我在這邊要跟那些有偏見的人說 就是不管你是男生還是女生 骯髒的人 骯髒的男生或女生 基本上是不管國籍的 如果你自己想說 啊 你就是喜歡洋人啊 你就喜歡洋屌啊 那種只會在電腦前面敲到鍵盤說 洋腸比較好吃 或是洋屌比較厲害的那種人的話 我要跟你們說 其實在國外的話 亞洲人並沒有比較不骯髒 你常說 我們常說在台灣的話 很多歐美人都跑來這邊來拔台灣女生 或是什麼的 其實 很多亞洲人 他到歐美來的時候 他也是在專找亞洲女生啊 他雖然可能他比較不會去拔 那個歐美女生 可是 你說那種很爛的男生 難道他不會去騙那些亞洲女生嗎 也會喔 我跟你講也蠻多的喔 就是欺騙感情的人 並不分國籍 我遇到很爛的韓國人 我有遇到很爛的台灣人 我有遇到很爛的中國人 也是都有啊 其實是都有 都一樣 女生也有 爛人真的是四處都是 並不是只特定到某一些種族 或什麼之類的 只是 不管是怎樣 你們到國外 或是你自己在台灣的時候 我覺得 你們自己都要小心 就是要小心觀察 這是 如果我有女兒的話 我會很想要這樣跟大家講 因為有時候我在旁邊看的時候 我會看到一些妹妹們 我就會覺得很心疼 就是說 如果當初有一個人 我又開始雞婆了 就是如果當初有一個人 跟他講的話 也許他那個時候不會這樣傷心 然後 因為 我那時候就是 也有朋友這樣 所以就會覺得說 阿 已過來 算是已過來人的經驗 可是我不會去很 強迫跟他說 你千萬不要跟他在一起 我會跟他們說 你可以觀察看看 我是用這種方式 我並不是說 阿 不要跟他在一起阿 我不是他媽 是不是 我不是你媽 所以我也沒有辦法跟你說 叫你不要跟他在一起 你媽都管不動你 更光是我 只是 會用一些比較建議的話 然後我也希望說 大家來這邊留學 或是來這邊讀書的時候 是可以 順順利利 然後 不要讓家裡人擔心 就算你 失戀了 我覺得如果你是談了一個很好的戀愛 然後失戀的話 我覺得是可以 可是 不要來這邊 就是花錢 又失真 那個就是不好 那就不太好了 對不對 我是以女生的角度去講這件事情阿 希望大家 在這 新的一年新的開始 然後 在完成夢想的同時 能夠好好的保護自己 然後不要 受到其他人的傷害阿 或是 你也不要去傷害別人 拜託你自己本身是爛人的話 就請你管好你自己的 下半身 不管是男生還是女生 好啦 希望新的這一年 大家能夠 順勝利利 然後 我也可以順勝利利 希望大家 今年還請多多指教 多多支持我的頻道 我會 努力的再拍好的影片給大家看 對 好那就希望大家 今年也是順順利利 再是這個 2018年的開頭 那就 希望我們 很快的下一個影片再見 如果你是新朋友的話 歡迎你加入我的頻道 然後 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的人 可以在下面 點訂閱 然後 不要忘了開啟小鈴鐺 如果你還想追蹤我更多 即時動態的話 或是一些比較 有用的旅遊資訊 我會定期的PO在 Facebook 然後想看即時動態的話 請追蹤我的Instagram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再見阿 掰掰